Pocket 1 跟Pocket 2 Hello 看一下 Pocket 1 跟Pocket 2 來 我們慢慢看到這兩個 一個是 在這邊呢 是Pocket 1 這邊呢 是Pocket 2 那我們就直接拿我們的 H 來把它錄下來了 那今天跟大家快速的介紹一下 很多網友 很多的粉絲在問什麼呢 欸 我拿的Pocket 1 的 可不可以用在Pocket 2 手感 這個搖感 這個把手 身長的自拍感 可不可以用 這個可不可以用 今天短短的小影片讓大家知道 一代跟二代的通用性 周邊設備的通用性 現在看到的話呢 有哪些東西呢 第一個就是這一個 遙控器 我們先講二代的東西一代不能用的地方 遙控器 這個無線遙控器 還有這個 下面這一支 全能手柄 第二個 第三個是什麼呢 它的這個三角架 微型三角架 沒辦法 一代共用 第四個是什麼呢 二代會出了一個這個充電 它裝用的 所以二代的全系列東西 有四個東西它沒辦法用 好 那一代的東西有多少東西呢 一代的東西呢 欸 這個 一代的東西給二代用 有兩個東西不能用 一個是充電盒 第二個呢 是防水殼 防水殼 好 防水殼不能用喔 好 那我會放一個表格 分享給大家 那但是呢 這一支真的很好 因為現在廣角了嘛 九十幾度了嘛 再加上廣角鏡 這個增備菌一百多度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 可不可以用呢 我們把這個 我們的圍形搖桿拿掉 再把快速的裝上去 OK 裝上去 扣上 動一下喔 馬上就可以用了喔 這個搖桿也是可以用的喔 很方便喔 所以我在自拍的時候呢 就可以翻轉螢幕 自拍 好 非常方便 這個搖桿其實 我很推薦 在使用 Osmo Pocket 不管是一代還是二代 都可以使用這個搖桿 因為呢 它像低角度 在拍攝的時候啊 這個角度往前拍 它就很方便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影片當中呢 早上呢 我去公園裡面 就用這個小工具 就可以得到了一些 很特殊的運鏡跟構圖的方式 很多東西都是可以一起用的喔 但是有幾個不行 剛才講的那幾項 好 那這個試用表格 就看到我們的網頁上會提到囉 有任何新的資訊 非准科技都會提供給你 謝謝